各位傳媒的朋友 容許我以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草案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回應一下 今天樂見其成立法會三讀通過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其實我相信這條條例 等到政府刊憲之後 是會起到保護兒童和相關的阻嚇作力 我在此想重申幾點 因為剛才我們利用了七個多小時討論 特別大家就著刑罰三個月和十二個月 大家是各有所見的 其實我們都聽到很多專業人士的意見 確實雖然可能是坐三個月和坐十二個月 好像沒有太大的分別 但是對於專業人士 其實他心理的阻礙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認為本身這條條例 是由沒有到有 一開始我們希望 相信三個月都起到一個阻嚇性 當然我剛才發言的時候都同意 若是有需要的話 我相信政府和做了這麼多議員 都是同意是否有需要再提高罰則 但是今天我們很希望 是儘快先推出了 而且相信三個月對於專業人士來說 其實如果真的要坐牢的話 是很大的一個代價 大家可以想清楚 專業人士其實是透過他長時間的努力 去讀書、去考核、去專業評核 才可以取得的專業資格 所以我認為其實三個月對他來說 已經很多 再加上這個已經是一個刑事的懲罰 另外我們比較關心就是 這條條例是需要強制舉報者指南配合的 但是今天仍然未聽到政府推出這方面的指南 而且我建議這個指南 政府是要盡快向相關 需要遵守這條條例的專業人士 一些相關的課程裡面 都是要放進去 簡單來說我現在自己都是一位註冊社工的學生 其實是不是現在的學生 其實都要去學習這條條例呢 如果是的話 都希望政府 是要盡快將這些強制指南 是給到相關的課程制定者 例如好像社工那樣 是不是要給社工註冊局 跟業界去溝通 怎樣去加入在課程裡面呢 以免是這一班專業人士 或者準專業人士 是誤墮發網的 此外呢 在這條條例審議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交叉的狀態 曾經有個機構找過我們 就是紫若元 都說了 其實他們是協助這些受害人 是停止一些受到虐待的傷害 但是呢 這一班的受弱者呢 未必是想舉報施襲者 施弱者的 因為可能施弱者 正正就是他家人 甚至是家庭之處 經濟之處 其實他們很擔心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都很希望 政府能夠持續關注檢討 看看怎樣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做到兩者的平衡 也都可以做到有效 最後呢 我想說回呢 就是 其實這條條例呢 是保護兒童 正如剛才呢 我都發言所說了 如果我們真的要保護兒童的話呢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多些 要求政府 就住保護兒童的一些政策 提供意見 大家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會出現若兒的事件呢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家長 家人 監護人 照顧者 在照顧技巧方面呢 是缺乏 他們可能是不太明白 小朋友的心理 不太明白 小朋友的需要的時候呢 有時候可能衝動 就會做上這些 若兒的極端的手段 所以我們很希望呢 政府應該是要多管齊下 除了這條條例 在最後的防線之前 應該要在社會上 推出多些 令到照顧者 家長 監護人 可以和小朋友兒童 有個有效的溝通 和呢 可以好好地控制到情緒 以免呢 是有這些的若兒事件 和可以呢 降低若兒事件的發生 希望呢 我們全社會 一起努力 希望這條條例呢 政府盡快刊獻之後 盡快生效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可以得到真正的保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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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欣賞